大家这里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空过可以看视频 左长方资讯呢 我们来看这个首相的安利啊 首先这个掌色非常的银润啊 红润啊 这个气血通啊 气韵才能够通顺的啊 这个是再加上这个三大主线的 比较这个干净少杂纹啊 整个这个运势还是非常不错的 从手型来看呢 是从肤质来看是偏水型 但是呢 我们从这个手型来看 还是有点木形人的特点的 直接稍大 木水结合的掌型啊 有木人的多丝善模 也有水人的温和啊 富有艺术特质啊 这个富有艺术气息啊 可以从脑线的这个弯曲有弧度 可以看得出这一点啊 这是手型 我们来看这个手指的形态 手指呢 指节间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米糠树 那米糠米糠啊 代表这个衣食无忧 小糠不愁啊 能吃轻松饭啊 再加上本身呢 他这个手指啊 非常的银润啊 这个 这个肤色非常的不错 也是典型的女人手啊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 这个无名指啊 非常的长啊 说明还是比较 这个重姻缘的 比较重视 另外一半和配偶的啊 比较这个传统顾佳的一个人啊 就是 从手指的形态 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信息啊 只是这个 我们看到 食指啊 位置稍低啊 导致木星秋位置偏低 偏窄啊 所以说这个个人的自信心呢 有一些不足啊 有一些少了一些活力和自信啊 这是 这个手指的形态 我们来看这个掌球和纹路 那么掌球来看 刚才讲到了食指根部啊 也是木星秋所在 位置偏低啊 做事呢 有一些少自信啊 偏自卑啊 有些不太自信的感觉啊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此处呢 也是啊 这个传统首相学当中的正才位啊 正才位 是迅功所在啊 有一些褶皱 财运还是一般啊 但是呢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特点啊 就是千金文啊 千金文就是从这个 生命圈初期往终止土星秋方向 延伸的一条线啊 有从底层崛起 变得富有的一种潜力啊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种吉祥的符号 后期我们可以 还会结合纹路 讲到这一点啊 那么金星秋还是偏弱 见青金啊 这个发青发黑啊 有一些体质偏弱 体质一般啊 运势根基还是偏薄弱一些 那么月秋有弧度非常饱满啊 这个是非常符合这种水行人的特点 富有艺术特质 比较注重精神世界 想象力丰富 这个包括这个太阳秋 也可以看到谁 太阳秋的饱满 并且伴有绝顶 伴有这个太阳线的人呢 一般对艺术方面是充满浓厚的兴趣啊 同时也说明啊 这个 这个非常有正确的 传统的这种正向的价值观啊 这种人 这个从这个 第二火星秋 也可以看得出这个方面的特点 那么小指根部水行丘呢 还是有一些褶皱啊 这个有一些不善言辞啊 比较偏 这个向内而行的 有些偏容易精神内耗的感觉啊 只是呢 他在商业方面的嗅觉还是不错的啊 这个钱财文啊 看到吗 钱财术文比较明显 对商业方面的嗅觉比较灵敏啊 这个对特别是关于钱财方面 关于这个商业啊 这个如何做事业经商方面啊 我们从这个事业线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点啊 事业线的双事业线啊 双轨并行啊 这个齐头并进的啊 一条是来自于生命线本体 一条是来自于这个长体砍空啊 所以说 在事业方面既有来自于家庭的助力 也有来自于自身的努力啊 所以 这个双事业并行的话是非常 实践性非常强啊 并且在事业方面呢 有多个发展的方向啊 甚至有副业啊 可求 所以这也是 代表这个钱财文方面的一些寓意啊 在商业方面的嗅觉比较灵敏 比较重事业的一种啊 首要特点 那么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生命线初期呢 还是建一些导文啊 早年体质还是一般啊 这个 同时呢 在分离初年是建横文啊 出入社会的时候建一些动荡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运势啊 会延续到一段时间呢 从留年来看 基本上到了这个25到27岁左右呢 也建两条横文啊 这个横文其实是跟感情有关系啊 感情线初期的建一些导文啊 并且呢 后期有些杂文干扰啊 在这个年纪容易犯情伤啊 再加上本身呢 这个横文出现的阶段 也就是亲密关系线出现的地方啊 亲密关系线本身呢 也是建横文干扰 所以在感情当中 在这个年纪啊 容易出现这种情伤啊 情伤 那么在横文之后呢 运势是到了高涨期啊 基本上这个生命线的形态 非常的不错啊 少杂文干扰 又深又细啊 运势得到提升 体质也增强啊 并且呢 这种运势呢 会这个最终呢 在这个生命线 这个中年阶段呢 会形成一条很长的上升线 往中指方向延伸 也就是 也就是这个形成了一种啊 副失业线的种状 一种状态啊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是运势达到高涨期啊 基本上是到了人生的 人生的高光时刻啊 感情稳定啊 这个失业有突破 财运也是突飞猛进啊 所以说别看表面上是比较柔弱的水行人啊 但是呢 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职场旅行 这个事业方面是 事业性非常的强啊 这个 而且呢 能够事业格局也不小啊 能够冲破 事业线双条 并且都冲破了这个 脑线观和 琴线观啊 所以是一个 一个能力观 一个是琴观 都过了 所以说事业方面的格局还是不错的 家人本身呢 她 主体这个事业线 副线是非常不错 但是呢 主 主事业线呢 它还是呈现一种 先前后深的姿态啊 先前后深 并且呢跟三大主线组合成这种 M字纹啊 所以说是一种 偏晚成的一种首样格局啊 这是一个 包括财运方面也是不错的啊 财运方面啊 你看财运线成型啊 所以说财运方面也是 这个表现的 尤其的 能够跟事业线同步啊 虽然说这个早年 这个训工刚才讲的 训工的早年的 这个财运还是一般啊 这个 但是它有千金门打底啊 所以说这个在事业方面呢 是能够有不错的一种啊 这个 完成的一种格局啊 一种 最后还是能够有所突破 只是到了晚年呢 我们注意到生命线 在这个 从流年来看 70到72岁 就有出现断开 并且见三角纹干扰啊 这个时间呢 是有一些 是这个重大疾病的预警信号啊 过了这个坎之后 生命线尾端绕首万 晚年可享高兽啊 那么另外补充一点 就是刚才讲到 这个感情方面的动荡啊 其实本身呢 它也是 这个 这个金星球底部啊 建这个魅力线啊 桃花旺的体质啊 这个也是属于这个 典型的水行人的体质啊 水行人呢 这个富有艺术特质 桃花自然很旺啊 所以在情缘当中 还是见一些动荡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的一点 好 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还是天后先进 这个如果是有空 我可以看视频 左上方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